每天拿出一小时,你也可以上钻石 大家好,我是你的导师辉元 上几个课给大家讲了瑞文的一些入门技巧 这个课来给大家讲一下瑞文的进阶技巧 让大家可以更深入的了解瑞文 也就是我们的第四课,瑞文的进阶技巧 首先来给大家讲一下第一个课题 第二个课题也就是Q技能的原理 我们要了解一个英雄,首先要了解他透彻 然后Q技能的原理就是很多同学不会打光速推 我再给大家讲一下Q技能是怎么用 然后让你把这个QA打出来 Q技能放在目标身上按下Q 然后则会向目标方向Q 如果说Q技能在空地上Q 那则去向面朝的方向位移Q 这个我已经说的这么直白了 大家应该能理解到的吧 就是你的Q技能如果是用鼠标点在这个 目标身上就你把鼠标这个放在目标身上 然后去放这个Q技能的话 则是向目标方向Q的 就朝着这个目标Q的 但如果你的这个Q技能鼠标是放在空地上的 那则是就是你虽然瑞文面向的 你就是朝着哪Q的这个应该大家 应该可以去理解这个东西了吧 这个是很简单的一个东西 就是你鼠标放在目标身上他就往目标这个身上Q 如果你鼠标是随便放在空地上不管是哪 他不会往你鼠标放的那个那个地方Q 他只会朝着自己面向的地方去Q 这个大家可以理解 然后我们讲一下第二个课题 到了我们今天关键的一个移动QA 这个是比上上一课的这个第三课这个光速QA 还要去重点去记忆的一个东西 因为我们平时用的光速QA比较少 用的移速QA要用的移动QA会比较多 平时我们用光速QA的话一般占三层左右 然后用移动QA的话一般是在七层左右 所以说我们一般通平时通常都是用移动QA去打伤害 因为我们不可能永远和人家站装的 就永远不可能我给你站路 然后就在原地QA不太可能 就我们打他的时候他肯定会跑 所以我们通常用移动QA会比较多 这里给大家来讲一下这个移动QA的用法 哎等一下等等等等 过了过了过了先说一下 哎 stop这个Q技能原理 跟大家说一下这个Q技能机制原理 稍等 片刻好 我来给大家切回来 这Q技能机制原理大家先来看一下 我这有点尴尬 我还不给大家看这个素材呢 我就给大家讲第二个第二个课题了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第二个课题 就大家注意看啊 我这个鼠标现在放在这个目标身上 那也就意味着我这个鼠标悬天在目标身上 也就是用在这个目标身上的时候 看我这个QQQQ 就你的每一段就直接按就行 每一段Q都是往这个目标上面Q的 只要你的鼠标在这个目标身上 那么如果大家看一下 如果说 我的这个Q技能就是我这个鼠标没有悬停在目标身上的话 那我这个Q会是什么样 就在空地上 看我鼠标现在是在空地上 让大家注意看一下 QQQ 就我的鼠标指针是在这边 但是瑞文人是往这边Q的 就瑞文大家可以看看出来 瑞文是一个很倔强的姑娘 就我们鼠标在这 然后他人硬是要往这边Q 不撞南墙不回头 就我们鼠标在上面 他应该要往下面Q 这是为什么 就是我之前给大家讲的这个Q技能的机制 就是说他不是跟着你鼠标的位置去Q的 你鼠标如果在空地的时候就没有点目标的时候 他不是跟着你鼠标的位置去Q的 他是根据瑞文这个英雄的面朝哪 他会去朝哪个地方Q的 大家注意看 我鼠标在这 但他面朝下 就是说他会朝着自己面朝的地方去放Q 这个一定要注意一下 就有很多人Q都会Q歪来 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原理 就是你鼠标悬停的位置不对 所以说他Q的地方就不对 他面向的地方不对 或者他Q的地方不对 这要注意一点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给大家讲这个移动QA 移动QA的用法 A加移动鼠标到空地 这时候呢 不点击 然后加Q 就不点击这个地板 加Q 然后加移动 这个区别于光速QA 多了一个移动鼠标的动作 这个技巧是进阶认为的核心 是利用找到输出位置或规避技能 这个就是区别光速QA就少了一个移动鼠标的一个动作 就多了一个移动鼠标的动作吧 因为我们移动QA的时候要去划鼠标让他让人一声往前走 但光速QA就是鼠标在原地 所以说我们给大家看一下这个移动QA 移动QA是比光我个人觉得比光速QA是要简单的一个东西 这个也是比较慢 因为移动QA没必要打的速度那么快 就你就要把每下伤害打出来就行了 但这个说实话有点太慢了 这个只是给大家大概说一下这个意思 你们正常打的时候别打成我这样 这这有点老头子了 啊不对 老太太瑞文 以后我改个ID 就是什么 国服有很多什么黑白瑞文 君客瑞文 辣条瑞文 我以后改一个老太太瑞文 老年瑞文 就这个QA速度 就这种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例子 因为这个倒少人是不动的 我这个再找一个动的目标 就大家能去想一下一个动的目标 他在走 然后我们像是类似走A一样 跟着他移动QA 这个大家应该可以理解到了 然后再继续讲 这个第三个课题 第三个课题 QA的机制原理 我们的Q技能拥有突破上限的机制 所以说Q是为了去更好的触发普攻 因此才有了在两秒之内打出四下普攻的光速QA 以及移动QA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QA的机制原理 其实也就是两秒之内打出四下普攻 也就是传统中的光速QA 这个是很慢动作的一套解析光速QA 大家注意看一下 QA之后 然后点自己后面那个地板 原地点地板 然后再QA 然后再点自己后面那个地板 然后再QA 三段QA打出来 这是比较慢的一套 给大家重新播放一遍 这是比较慢的一套QA 那么如果要把这一套打得很快的话 我给大家看一下 QA在之前那一颗里面找 这是我打得最快的一个 这上节可以给大家讲到过 哇 这声音有点大 这是打得很快的时候 就把刚才的这个变快了 动作就变成这样 这是最快的一套 大家要睁大眼睛仔细看好 QA 这应该是有一秒之内 打出来四下普攻的效果 两秒之内吧 两秒之内打出来四下普攻的效果了 两秒之内打出四下普攻的光速QA 我刚才那感觉都没有两秒 应该就1.3秒左右 差不多 然后再讲一下 第四个课题 第四个课题 就是我们今天这个 也是第二个 瑞文进阶技巧里面的 比较重要的一个课题 也是它这个技能后摇 拥有后摇的技能 大家记一下 拥有后摇的技能 Q W R 还有提亚马特 还有A 这五个都是拥有后摇的 每一个有后摇的技能 后面多接一个技能 即可取消后摇 取消后摇的最佳方式 就像是Q加点地板 可以取消Q的后摇 然后W加Q 可以取消W的后摇 R加任意技能 或平A 就R1或者R2都可以 R加任意技能 或者平A 可以取消R的后摇 然后接着上 提亚马特加技能 可以取消提亚马特的后摇 然后A加技能 可以取消平A的后摇 这是瑞文 取消后摇的各种方式 这个大家一定要记好 一定要记好 可以帮你进阶 让你的瑞文的技能 可以放得更连贯 更流畅 而不像新手瑞文 就像刚才说的老太太瑞文 那技能放得跟憨憨一样 这个一定要记好 取消技能后摇 是瑞文一个 从你新手到高阶玩家 高阶瑞文的一个必经之路 也是你 其实我个人觉得 还是你技能 数连度越高 你取消后摇的 就是做的就越好 这个可以不用去 我个人觉得 就场次上来了 就慢慢就会了 可以不用去刻意练 但是你们要练的话 也是可以的 也是推荐你们去练 这个东西自定义 平时也可以自己去 适应一下 像这种 大家看一下 取消Q的后摇 WQ 可以取消Q的后摇 W接三段Q 都可以取消Q的后摇 然后这个QR 可以取消R的后摇 然后WR 还有RA 然后还有后面的这个 提亚马特接W 可以取消提亚马特的后摇 就各种可以取消后摇的方式 这些都有给大家讲到 就在这个 这个第四个课题里面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好 这个课题里面写的东西 还有刚才我讲的东西 然后再一个 第五个课题 这个Q3的动画时长 瑞文这个Q3的动画时长 Q3就是第三档Q 我在这简写了一下 Q3的动画时长呢 要比Q1和Q2要长很多 所以说为了避免瑞文 Q3在空中被击杀了 这个可能的话 我们在思学极限的情况下 注意是否要使用这个Q3技能 旧版本的话 像大笑可以QA人物 直接直线落地 这版本就只有去ER 然后EQ3才能直线落地 其他EQ也有效果 但是并不会那么明显 这个大笑可以利用到的 还有蛮字的那个E技能 不知道大家 就是可能有上路会玩蛮王的玩家 知道这一个 就是蛮王在E的过程中摁大笑 他这个E技能是没有他那个旋风斩动作的 是相当于蛮王一路小跑过去的 这个感觉也是可以取消他那个E的 算是取消E的后摇吧 就他那个也不算取消E的后摇 就直接取消了E的那个动作 大家可以 这个蛮王的这个还没有取消 大家可以在游戏里面试一下 就是E的过程中放大笑 就E接大笑 E接大笑还是大笑接E 我不太记得了 就蛮王的这个 就是E和大笑好像是一起按出来 然后他就可以去取消他这个E 转刀的那个动作 然后直接跑过去 瑞文之前也可以 但瑞文后来把这个给改掉了 现在不行了 就大家注意一下 这个Q3 就因为Q1比Q2动作要长很多 所以说我们如果是E撕血的话 要避免自己在Q3空中被击加可能 所以说在撕血情况下 一定要注意是否要用这个Q3技能 我们可以用别的技能去打的时候 尽量就不要用Q3这个技能 因为他的前腰实在太大了 然后再继续来讲 这个第六个课题 E技能的解析 啊对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 诶 站着 来看一下 我好像把这个放错了 稍等一下 我还真放错了 把这个放到第四颗里面 没关系 下几颗再用 给大家继续来讲 这个第六个课题 E技能解析 锐文的E技能是一个没有前腰也没有后腰的技能 就这是锐文唯一的一个没有前腰也没有后腰的技能 就E技能只有一个过程 就是他身体往前冲的这么一个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以去释放其他技能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 在这个过程中随时可以释放其他技能 因此EW有两种按法 快速按EW 这样的话 我们晕的是E的起点 就你EW一起按的话 就像皇子EQ2连一样 EW一起按出手的话 我们晕的只是E技能的起点 那么如果你正常按EW的话 我们晕的是E技能的终点 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 就是如果说别人是和你贴身的话 然后你想把人家晕在原地 然后用E技能走的话 你可以EW 这样的话 我们E技能晕的是 我们达到运的是这个E技能的起点 但如果按的较慢一点的话 就正常按的话 我们运的是EW的终点 同理还有EQ 快速按EQ的话 会导致位移不足 但是速度会快 但如果说缓慢按EQ的话 只要位移更远 但是速度慢 也就是说你快速按EQ的话 会只位移一段距离 只位移这个Q技能的一段距离 但是如果说你缓慢按EQ的话 可以把E和Q的两段位移都位移出来 这个是很多瑞文玩家不知道的一个细节 这个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 给大家看一下这个E技能 还有这个E技能 没有前腰也没有后腰 我记得是那个boxbox 他发明出来 盒子发明出来的 这个也不是发明吧 就是他发现的 就是瑞文的E技能 没有前腰也没有后腰 就像ER可以取消R的这个 取手动作 抬手动作 给大家看一下 瑞文的这个E技能 像是EW 这个EW晕的只是原地 但是如果是 嗯 这个我这里面我记得添了刀草人 大家添两个刀草人试一下 效果会更好一点 大家注意看一下 这个晕的就是终点的位置 就放的稍慢一点的话 晕的就是终点的位置 但如果说你放的很快的话 他晕的就是原地 然后还有这个QE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这个视频的位置 我站在这个视频的原地 然后我这个是QE 直接放出去的时候 QE或者EQ也是一样 EQ直接放出去的话 就像这种 应该是EQ 不是QE 说错了 在这个眼的位置 EQ直接出去 这样的话 我们只能到这个 眼和刀草人中间的这个位置 我们EQ很快放的话 但EQ放的慢一点的话 大家看一下 我人回来 然后EQ放慢一点的话 这EQ过来的话 就直接位移两段 就直接能到这刀草人的位置 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的 如果说你很快EQ的话 像这种EQ 就你的 只是位移了你Q的 这个这一段 应该是位移了你E的这一段 说错了 然后如果说你放的慢一点的话 就EQ直接把两段位 一个E的位移 加一个Q的位移 两段位移全打出来了 只是放E技能 EQ或者EW放的快慢的差距 这个在实战中 一定要自己去注意一下 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东西 然后再给大家讲一下 这个今天第七个课题 这个 七种开大方式 瑞文的七种开大方式 呃 给大家先大概说一下吧 就瑞文的七种开大方式 一个是 就是 最强健的开大方式 就是这个ER 但是为了不下跑对手的话 瑞文还有另外六种开大方式 也是不容易被发现的 呃 这这六种都是R在前面的 ER是可以 怎么说呢 就是 最常见的也是最实用的 因为E可以取消任何技能的 前摇 让我们ER的话 R就没有前摇了 这 E本身这个技能是没有前摇 也没有后摇的 所以我们ER接下来的话 R就是没有肩边大的那个动作 只有E的那个动作 那我们六种 其他六种的话 就是RQ 然后RW 还有就是RF 这个F可以就是当做闪现来想 RJ闪现 或者RJ提亚马克 或者RJA 或者RJ控制 这都是R1用的 不是R2用的 就是R第一段 R开大的那一段用的 RJ控制的话 是对方控到瑞文之前 利用对方控制 然后取消R的后摇 就相当于是 比如说 对面有控制的英雄 像 鳄鱼的W 或者是 诺手的E 用这种技能来取消R的后摇 这种技能 这个也是一种方法 还有就是R的R1 也就是开R的那一段 有物理加成 因此你一R再开大的话 一之后 就是你放E的这个 就护盾值 就不享受大招的加成了 因为你是先E再R的 一R开大 先E再R的 就不享受这个护盾值加成了 这个大家也要去 平时打的时候要注意一下 如果说 但是我个人觉得 不是很吃那一点 护盾值的属性 要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R的几种开大方式 瑞文的七种开R方式 这里我只展示了六种 因为说 就是有一种是R接控制 R接控制 我在这里面打不了 所以说 大家平时实战 自己去用一下就好了 像这个R1 最长 这个ER最常用的 直接键变大 这种 就完全没有R 抬手的那个动作 直接跟着E一起出去的 这是一种 然后再一种就是 这个QR 应该是RQ 就后面的都是R在前面 只有ER一种是E的 是R在后面 剩下的都是R在前面用的 RQ 然后还有RW 像这种RW是完全 基本上完全看不到提售的 就一起放出去的R和W 在W的时候 就已经把这个键给变大了 然后还有这个RA RT阿玛特 第一段RT 然后还有RA 这个如果离道法 近一点的话 效果也会更明显一点 然后还有R闪线 也是键突然就变大了 这可能 因为我在自尽E的时候 是没有就是 这个键没有变小的时候 我就已经用了 所以你们看的可能 不是特别明显 但正常来讲是 大家注意看一下 我这个键是完全没有变大动作的 就没有那个起手动作的 大家在自尽E也可以自己慢慢试一下 熟练一下这些开大时机 也不算开大时机吧 就是开大方式 熟练一下开大 这些技能的这个开大方式 这些在实战中都是比较好用的 能让对面 出其不意 把自己的这个大招开出来 让对面不容易发掘 然后直接打满一整套技能 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 然后再给大家讲 今天的最后一个课题 也就是第八个课题 急风斩的避重技巧 也就是第二个 R2的避重技巧 很多瑞文其实喜欢 技能结尾去加这个R2 这样的话 其实很容易被对手 使用位一技能去躲开 就是说为了防止这种情况 我们推荐三种连招 就是R2Q2 然后接A 或者是Q3R2接A 或者WR2接A 这样的话既没有少A的伤害 又不能保证急风斩命中 后面的这两种 Q3R2A 或者是WR2A 都是控制之后 然后再放急风斩 这是一定必中的 因为你像Q3积飞在 把人积飞在空中 然后再丢急风斩 是必中的 因为它被控制了 然后或者WR2A也是 W晕完之后 然后再接急风斩 然后这个也是必中的 因为它被眩晕到了 然后再接一个平A 这两个都是必中的 然后前一个技巧是 这个技巧是怎么样的 我给大家看一下 你们就知道了 就是说它是一个 把你的R2丢出来的那一段 隐藏在了二段Q里面 大家注意看一下 就是说我们先开大 然后一段Q 大家注意看 这时候一定要睁大眼睛 仔细看好 就是二段Q 直接把这个R2给扫出去 这样的话 就相当于是 二段Q的那个扫键的动作 就直接把急风斩给丢出去了 这个在实战中非常实用 对面英雄会反应不过来 这个穿插在QA中间的一个急风斩 所以说这也是一种 就是不依靠控制 就可以把急风斩 让急风斩避重的一种方式 然后其他的就比较简单了 其他就是 像这种WR2 W运软人之后直接丢R2 然后或者是第三段Q接R2 Q完之后直接R2 这也是一种方式 然后最关键的还是这个 大家注意看好的这个 大家一定要注意看这个地方 一起扫出去的 就是你的R2和你的二段Q 是一起放出去 完全一致的动作 这个是在实战中很难被发现的 这也是一种 让你的R2 百分百命中的一种方式 然后再给大家讲 今天的最后一个课题 也就是第九个课题 活用攻击范围 瑞文的Q3 先给大家讲一下这一点 瑞文的Q3范围要大于平A距离 因为瑞文的平A距离 好像是125点 我没有记错 是125 然后瑞文的Q3呢 是275 瑞文的每一段Q都要大于平A距离 但是Q3是有一小段控制的 因此在对线期的时候 活用Q3的边缘去消耗对手 或者去补兵 能让自身的位置又很安全 因为你不用去A 就用这个Q3砸它一下 然后又能击飞到它 它又不能打反手 一个是击飞的控制 再一个是又能砸到它 能去用这个Q3去换血 而且又让自己很安全 再一个 对人来说 贴脸分为两种 一种是下图一 两者模型 我一会会把这两个图 给大家看一下 一种是 就是完全贴着那种的贴脸 再一个就是 刚好隔开一个平A距离的 这种贴脸 活用这种平A距离 可以去便捷的去撤退 或者去追击 两者都可以平A 但距离是不一样的 给大家看一下 就这两种 一种是这种 完全贴着 就比如说这道场是个英雄 完全贴着这种英雄的平A 就贴脸分为两种 一种是这种 完全贴着人的这种贴脸 然后再一个就是另一种 这种 这种是 一个 隔出来一个平A距离的这种平A 这样的话 就在这种距离也能A得到 大家自定一试一下就知道了 这种距离你也可以A得到敌方英雄 这道场是个敌方英雄的话 所以说我们贴脸分为两种 这样的话 我们一定要活用 活用好锐文这个平A距离 可以让我们更好的去 更加便捷的去撤退 或者说去追击 这两者都可以平A得到 但我们的距离不一样 所以说尽量不要贴身A 要活用好 这种这个平A距离很关键 这种英雄细节真的很多 这种人是我讲上单 细节最多的一个英雄了 今天的第四课 九个课题也都讲完了 然后大家可以期待一下第五课 今天第四课也就先到这 大家拜拜 谢谢大家